宏都拉斯真的要跟中国大陆建交了吗 当然消息一出 外交部目前说还在了解当中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各方的看法是如何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就表示非常担忧国际的情势 面对国际情势的轨捷 台湾一定要自立跟自信自强 我们一定要以国家的利益 为最大的考量 所以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台湾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位置 非常的重要 尤其台海的稳定 是大家的一致性的方向 所以站在国家利益 以及人民安全和安心 我们就必须要让台湾都能够安全 这是我们大家的方向 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们凡是以国家的安全 人民的安心为最大的考量 好另外来看到赖清德 今天一大早有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去登记 要角逐党内2024的总统大选提名 他有发表简短的谈话 但是由于传出跟洪都拉斯断交的消息 其实当下他对于媒体的提问 是没有做任何回应的 直接快速离开 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 持续壮大台湾 坚守民主阵容 确保台湾的安全 因此 请给我机会 带领国家 团结国人 一起拼经济 富民主 强国防 保和平 共同完成 守护台湾 促进 民主 和平 繁荣的新时代使命 各位 国人同胞 此时此刻 我们都是台湾队 听台湾 挺台湾 让我们一起加油 让台湾成为 民主世界的MVP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梦梦水 国家配方 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来一包梦梦水